配合槟城人文学校亲子课程 职工安排人文学校的亲子来参与零负担试集 体验摆摊义卖二手物品 也是鼓励人人延续物命为地球减轻负担 槟城人文学校亲子课程走出户外 职工安排慈少与家长参与有慈经主导的零负担试集 体验摆摊义卖二手物品 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有安排环保的课程的 但是都是在金石堂里面进行 所以今年我们就把他们带到来这个户外 给他们亲身体验和承担一个不同的概念的试集 试集进行时下期以来 却无阻58队人文学校亲子 鼓励到来的民众延续物命 总共849个物品被领养 这次的活动也是很多家长用心的 然后跟孩子一起想 有什么东西可以捐出来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次是家长有不错 孩子就很欢喜 大家都很开心 其实一样物品放在家里 几年没有用 他对我来讲真的是没有价值 可是对其他人需要的 对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价值 能够分享这些好的东西 再给他延长生命 给他其他家庭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领回家 我们也感觉就 环保一些 这些东西能够再循环再使用 发挥清静在远头的精神 人文学校亲子 为二手欧品找到新主人 地球也少了一些负担 大家在新闻车上每周公 买一下报道